Hello,大家好,我是指淘老货的老货哥 俗话说的好呢,入对圈子跟着人 跟着老货哥呢,咱们指淘老货件 咱们抓紧看一看,今天能淘到 什么便宜实惠的老货 这个呢,都是人们防鼓件的 像这些古域呢 都是防鼓的一些东西 这个呢,是红山文化的 红山文化呢,它的预知呢,应该是 属于这种合摩玉,或者是叫绣缘玉 基本上都是 黄白的这种橙子 但这些呢,都是防鼓的 还有什么针匙 现在这个咖啡呢,也是 都是防品 每一家针户 都有款,有的朋友呢,喜欢有款的 大清康西年制 然后这个呢,写的 大明天顺年制 大明 宣德 这是一束联的 东西 这些呢,东西呢,都是 滴滴刀带的防品 有的时候,地摊出现贷款的呢 就是写的大明宣德年制 地摊出现贷款的东西呢,基本上呢 没蒸的 哈哈哈 然后这99的是防品 然后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逛地摊呢,不要去比较黑的点 比较黑的地呢,它这个东西呢 都是这种 防品 还是完整的东西 啊,包括玉啊 铜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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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防品的东西 而且呢,这个也有款啊 大清 雍正年制 这是雍正的一个 豆采 这是一个豆采团 但是呢 这个东西呢 豆采怎么会出现在地摊上呢 大家想一想啊 呃,十豆九关 然后呢 基本上 这种几率 出现地摊的几率呢 就很低的 这有个小水洗 啊 其实大清千龙年制 既然又是一个水洗 嗯 出一个水源 啊 但是呢 东西呢 不不真 那这就不来了啊 嗯 有的时候呢 大家看视频呢 也不要管看 这个一些主播播 那么剪漏了 剪漏了 价格多么多么低 啊 现在呢 啊 实话实说 他们呢 只是一种吸粉的一种方式 啊 现在 你就说他剪漏了 他剪漏多少钱 剪的漏 他能给你放漏吗 是吧 再一个呢 也不要轻易的信 他们视频当中 所成交的价格 这个价格呢 基本上呢 也是为了吸引粉丝 也不一定是真的 有的说 都是 跟 咱们 一些呢 乡下的老头老太太的 八个十块二十块呢 都已经串通好的了 词提前对好的了 就自编 自导自演啊 所以呢 大家这 这一点呢 也要防范一下 大家好啊 今天是周一了啊 今天也比较晚了啊 今天呢 也没出去 也没淘到什么像样的东西 现在这个老物件呢 是越来越难逃了 特别是这个完整的 没有磕碰充线的 现在是越来越难逃 所以说呢 天也比较热啊 今天呢 就老霍哥呢 跟大家呢 一块来说一下 咱们上古玩地摊呢 一个呢 是这种贷款的 贷款时的 特别写的特别大的 像什么呀 大明啊 宣德年制啊 还有什么 大清 雍正年制啊 大清什么 康熙年制 这种六字 凯书款的 关款的 这种东西呢 尤其是地摊上 还有五万电 千万轻易别下手 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99% 都是房品啊 就是很难 在地摊上你遇到 这种写的 大清康熙年制 或者大 大明什么 宣德年制啊 这种 关款的东西 所以大家呢 也别想捡了个漏 这个漏呢 也不是那么好捡的 有的时候呢 你一捡的 肯定就是一个坑了啊 希望呢 大家呢 以后呢 多看老霍哥的视频 然后呢 基本上跟老霍哥一起走来的呢 现在好多藏友呢 自己呢 上地摊呢 逛地摊呢 是没问题的 最起码呢 新老地摊 区分也没问题了 是吧 然后呢 在老霍的摊位上呢 然后呢 再把这种老的物件呢 再把它宰出来 应该都没问题啊 因为这么多期了 已经讲了300多期 400 快400期的东西了 肯定呢 大家呢 对这里都心中有数了啊 那也有一些呢 藏友 就是 起初跟着老霍哥的藏友呢 现在眼力呢 都大涨啊 那也是感谢大家 对老霍哥的一直以来的支持 那么今天呢 没有藏品可汇热啊 这个呢 也是昨天剩下的两件东西 如果有需要呢 就联系老霍哥啊 咱们明天呢 再陆续的给大家上东西啊 好的 感谢大家啊 感谢大家对老霍哥的支持啊 谢谢大家